良言一句,三冬暖,魏龙豪单口相声 那三分之二的人是干什么去的呢? 他们是去观光的,去谈生意的,做买卖的 甭管他们去干什么了,凡是去过大陆的人呢 回来以后,异口同声的一句话 就是服务的态度太差 说话的语气啊,都跟吃了枪药一样的 冲得很 要不是事先已经有了这种心理上的准备 你能走的哪儿,吵的哪儿,打的哪儿 那不是去探亲观光做买卖的 那是去抬抗欧气打群架去了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 大陆上任何事业买卖都是国营的 干也半斤,不干也八两 服务的态度再好,赚了钱那是公家的 耀武扬威,优越自得的神情,人家就能受得了吗? 人家看我们呢,也是一二的不顺眼 经济起飞,科技发达是进步了 可是在论理道德文明礼貌上,我们却退步了 看起来,我们在这个教育方面是有待加强,需要调整脚步了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沟通的一种工具 这说话是门学问,也是门艺术 同样是说话 有的人说话呢,就受听 让人听了就堵当,不舒服 过去呢,有这么两句话嘛 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这就是说,说话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经大脑,不加思考 一句话说错了,把人得罪了不说呀 可能还影响了你一生的事业前途 从前的北京人,说话好听 除了语音亲切之外呢 说话呢,还都有个原则 什么原则呀 叫见物长样,见人搓受 这两句话怎么讲呢 咱们先说这见物长样 别人买了件东西 你看见了以后 这个价钱往高了说 对方听了,他心里就会高兴 诶,张太太 我买了个皮包,你看看 诶,好,我瞧瞧 哟,这是皮雕的吗 啊,艺术品啊 哎呦,你看看,人家的雕刻真好啊 你看这个鸟,雕得多传神啊 这是意大利的吧 你多少钱买的 嘿嘿嘿嘿,五百块钱 啊,真的 谁信呐,这么精致的艺术品 才五百块钱呐 哎,我买的,改天你有货了 带我去,我也买一个 哎呦,真漂亮 哎,你赶紧把它收好了吧 别让我把它给弄脏了 哎,您听见了吧 这话要是这么说 对方听了,他就高兴 如果说您不按照这个规矩说 那,那就别扭了 哎,张太太 我买了个皮包,你看看 好,我瞧瞧 呦,这什么皮包啊 挺好的皮子 怎么给画得乱七八糟的 五百块钱买的 五百块钱 什么 五百块啊 哎呦,五百块钱买这个呀 哎呀,你真是有钱 没地方花去了 别说五百块 白给我,我都不要 这位听了这话 非吐血不渴 那怎么又叫 见人搓受呢 搓就是矮的意思 这个呢,也是说话的个规矩 接受,您遇见了上岁数的人了 您说他岁数小 给他搓受 哎,他还听 老大呀,您今年高瘦了 啊 老大呀 我问您啊 今年高瘦了 哦 还小呢 七十三了 哎呦 可不像啊 一点都不像啊 说您六十啊 都会有人信 哦 哎呀 哎呀,好 好小伙子 接你鸡眼 接你鸡眼 这老头心里甭提多痛快了 他您要是不按照这个规矩说 那也别扭 哎,老头 今年多大了 还小呢 七十三了 哎呦 七十三了 你还嫌小啊 七十黄上年头 六十就活埋了 您说这老头不扮心脏病的有鬼了 我说的这个并不是个笑话 这种年轻人呢 还真有 我住的那公寓二楼啊 隔壁住着一对小两口 这年轻的小伙子不错 在一家电脑公司里上班 很有礼貌 哎,可就有一样不好 他不会说话 有时候想表达点什么呀 每每因为措辞不大 弄巧成拙 本来呢 是份好意 结果是让人家讨厌 让人家不爱听 有天早着 赶上了一块开门去上班 这年轻人还挺客气 魏大叔 您早 哎,早 魏大叔 您上班 是 我退休了 我是啊 早起来溜溜弯 散散步 哎呦 大叔 昨晚夜里下雨了 道华 您可得留点神呢 哎 您听 多好听啊 哎 可是您再往下听 那就别扭了 老胳膊老腿的 可千万别摔着 摔着可就好不了了 您说我这心里都恶不 另外 有一天晚上 电视新闻完了 收播了 正想睡觉呢 隔壁小两口回来了 在门口就吵上了 我听见了 开门一看 那小媳妇开门进屋了 这年轻小伙子 看我还没睡呢 就过来进我屋了 大叔 您您还没歇着呢 老您家 您记得修好吧 您帮我劝劝吧 我捅了马蜂窝了 本来呢 我是不想管这事 俗语说的好吗 两口子打架不用劝 放下桌子就吃饭 夫妻们床头打架 床尾和 甭劝 自个儿会好 可是后来我一想 这不劝不行 怎么说呢 这小两口要进了屋 再接着吵 我就在隔壁 那这一宿我就甭碎了 为了敦亲牧林 这档子闲事 我是非管不可 进了他们的门 坐下 我得先问问呢 这小两口是因为什么吵啊 这俩人一对话 弄得我是啼笑皆非 大叔 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 去的时候呢 我一塞子嘱咐他 拜托他 到了家以后啊 让他少说话 因为去年我爸爸过生日的时候 他说了几句话 让我爸爸别扭了好几个月 那么大岁数了 真要让他给气出病来 怎么办 谁负责呀 女就爱翻旧账 那去年的事你还没忘呢 你说去年 去年我说什么了 哦 你忘了 去年你跟我爸爸说 您还得多注意保健呢 明年您是七十三了 这可是个坎儿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请自个儿去呀 大叔 您听听 这是人说的话吗 那所以我今年 你一句话也没说呀 你还没说话 你没少说 我听他这儿啊 大概就摸清楚了 这小两口吵架的重点 在什么地方 一定是为了今天 他又说错了什么话了 我就问他 你有没说错什么呀 没有 我给我岳父拜授 拜完了授我们就吃饭 吃完饭他们聊天 我看电视新闻 我就怕说错了话呀 所以我一直躲着他们 我一句话我也没说 这时候他那媳妇搭成 是啊 这时候你是没说话 可是我爸爸送咱们俩出来的时候 你说什么来着 嗯 我说 岳父 祝您万寿无疆嘛 是啊 这句话是我交给你的了 你说了 这句以后 你自个儿又说什么来着 嗯 我说 按说呢 我是应该陪着您 多说话话话 聊聊聊 可是我没有 怎么呢 我说的话不受听啊 嗯 怕您听完了以后 心里都别扭啊 所以 今天我是一句话也没说 哎 往后 您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呢 您可别怨我啊 不疯忍 一个啊 加油 然后 手 不疯忍 你就 感谢观看